字幕提供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肥宅的频道 休息时间跟大家讲新品和周边商品的情报 很高兴 这条影片有FX Creations 的赞助 除了一些正常的一般商品和PP 限定之外 5月35日亦有一堆新的资料公布了 虽然新款的模型真的没有多少 但追加了10-12月将会发售的新款资料 这堆都挺有趣的 趁这次就跟大家一起看 报多句之前尤其是上个月已经讲过的款式 就未必会讲得那么详细 免得播种吧 先讲了6月的正常商品 就有以下这几款 High grade UC 编号251 无限正义高达仪式 顺便给大家看个对比图 其实都可以看到有多少部件就开心没做 当然要遵循Seed Freedom 或Action Structure 特别是上本身是不能用以前的件 脚的话就应该兼用上一份模型部份的件 跟着长版背包变了X型打开的版本 本身的无限正义High grade 其实已经很棒了 而这一款就更加值得期待 而且它是一样跟着所有的效果件 MG編号223 新安州玄石 NT Version Car 19年打后出的所有MG 这一款真的唯一零期待 原因我之前也有提及过 始终玄石已经出了两个版本 包括13年的卡版 以及19年的NT版 现在这一款它就说是NT的卡版 最大分别我眼见 就是多了一把激光斧头 盾牌的背面多了一些关节和结构 是可以上回光斧 同时戴咒的花纹 它是做了分析给你 那你就不需要用贴纸保释 其余说结构、外甲 就这样戴咒应该真是零分别 价钱上就比19年那款贵了500日元 多了的武器 兼且戴咒的位不需要自己上色 这个角度去看其实它真的值得 但是过了这么多年 只得了那小小的进步 我自己就不太满意了 SDCS PINTO 20 20高达 我的认知SDCS比起SD EX就複雜很多 至少一些分拆或者组装 是可以呈现的 譬如20高达的跟别 它可以组成盾牌 也可以组装上MS的本体 另外7彩的泊梅达克 和V角算是有惊喜 也可以组装做两个不同的比例 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 月底也还有三套GUNPAR Option Set 是会推出的 GUNPAR Option Set 02 这一套就专门给EG的Strike 专用的第二套武器配装 包括Launcher Striker 和Sword Striker的部件 还有加上个月新推出 今个月有造再返的01套装 就可以合作完美突击高达 唯一会担心的 就是EG的关节支撑力 大家都心里有数 组装了这么多东西 上去的效果 我都很好奇 GUNPAR Option Set 03和04 这两套配件组合 其实是一些造型手 不一定是比EG的 因为它也有不同的尺寸 最基本的握武器 握住拳头 和打开手掌都有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值得入手 因为手腕多了一段可以弯曲的关节 对摆POSE 其实真的挺有帮助 在手背的装夹上想对应的机体颜色 那就完美了 然后就开始讲PB上架的新款 PG 完美独角兽高达 有齐全独角兽123号的所有武器 除了Full Armour后面那堆武器之外 基本上都齐全了 当然它也有另外一副Full Armour的抗充包 是独立化售的 其实真的挺划算的 因为你不用特意分开去买齐全的武器 而且这个价格也接近历史伸底 所以一下被人唱歌非常合理 MG 白色破 包括坏的黄金电脑板 那两金色的电脑 说真的真的挺合白色本身的机器 多一点点的 金色部分的外甲就当然闪零零 但是我提醒你了 除了金色的部分 其他部件是用了注索的金属色 包括那些蓝色和红色的件 你就这样素早拼下去 其实整件事的质感有点奇怪 而且那些蓝红色的件 是会有水波纹的 建议在这些件上自己噴上的金属色 其实整件事会完全合适 要不要买这一份 就真的可能要考虑这一点 MG 重炮手高达改 EW OVA版本的机体 和电视版最大分别 就是他胸口有四门的火神炮 两只手都可以双持机关枪 还有当然不少得最抢压 那半块的小丑面具 骨架也是用回WING系列的一套 两只手持着机关枪 向前瞄准这个POSE 就下角度其实都可以站得稳 这一刻是挺意外的 MG 炮击型勇士 用了量产型勇士2.0的基本武器 再加上少量的新武器 右手的三连飞弹发射器 和左手的小盾 还原度都够高 亦都在Johnny Ryden那边 那部勇士拿了把枪来用 不一样的头的造型都蛮不错 就算因为新部件 减低了可动也好 其实还有一些看头 成衣就怎样都不算高 大份模型本身是不差的 HIGH GRADE GOLDAT 6号机 19年出的模型 看回就应该没有兼用其他模型的Runner 分件分析都可以讲合格以上 贴纸保释的位置就在对眼那里 头顶前后的摄录器 和腰的V角那里 可动就算不差 背包也可以做到一定的转角度 那说回那年新开武装的HIGH GRADE 又真的没有哪一份是说得上是坏的 HIGH GRADE GOLDAT TR6 巴萨母2 RESEON老鹅药式 初版的款式 有点想不到是近期新款 一在展场展示出来就马上上到 就这样看 应该有部分兼用到之前21年出的 巴萨母老鹅药式的件 亦都有用到其他TR6的部件 巴萨母头和高达头的转换 就要用换件的方式进行 比起不同的接驳关节 就可以组装到其他TR系列的部件 它就特别著名了 手臂和本体的连接是有固定零件 去加强耐玩度 那这个位置又真的 看看它做出来的成品是怎样 截下来说 我的几款都是上个月已经预告过 HIGH GRADE 强人舒达罗姆 希尔达专用机 完全是和正常版同一个武具 只是颜色不一样 其实两款的配色都不错 而且份模型本身都挺正 这次就秒了 但是有下一水 有兴趣就抱着PP HIGH GRADE 飞星自由高达彩透版 和命运高达SPAC2的彩透版 虽然说这两款已经上了价 兼缺货 但是我资料看到 就应该马上会有第二水再上价 大概应该是8或9月派货 我猜SPAC2那款 它真的应该有不少存货 分分钟今年动漫节 可以有现货买 HIGH GRADE 德拉杰独角兽版 MS本身已经挺难闷 拖得独角兽 不少旧色的MS 上了新色 或者改少少部件就可以再出 本体兼用大部分 一一年出的部件 但是改用了机枪 和加大就得的图案上去 我真的找不到那份 menu 但应该兼复的出器位 是要用贴纸保释的 这款MS的分件 真的不算上好的 要弄得漂亮 遇到自己要做多一点处理 HIGH GRADE 基拉座路 奇波亚专用机 和阿朗专用机 基拉座路设定是挺好的 有居立德卡的感觉 又多了一些军事机的行浪 两款专用机 就有各自的武器 就回去给这个武器的数量去看 这个价钱就真的不算贵 奇波亚专用机 配备了Launch Bono Power 阿朗专用机 有8支铁拳手榴弹 还有它胸口的pattern 亦是不同的 只不过这款MS本身 有不少威要做无缝 加上那个大就的图案 都要用贴纸保释 认真它们合上色处理多一点 刷金边技巧 这个位置就合用了 HIGH GRADE 银蛋 陈甲2 专用机 沿用正常版那套MS的件 就给多了一个特製的头领 和转了一个程式 虽然说分别就不明显 但至少这份模型做足给你 另外如果你噴了油的话 它那个有线感应冰气的盖 打开的时候 会有少少卡 所以你做得上色的话 就建议直接打开这个盖就算了 HIGH GRADE 吉姆2 半特击型 为什么这款MS叫半特击型 因为它加装甲和改性能 都是做到一半的 就被人扔了出去应战 没记错它在动画里面出现的时间 都是以秒计的 说到尾就是一只合成兽 GM2 GM Strike Card 和Mk2的件 合在一起再加少少新件 留意它长矛上面 那两把剑柄的接驳位置 其实真的容易弄 玩起来小心点 RG 特击自由高达 太合金版 和命运高达 太合金版 太合金版和本身 其实就真的 完全和武器 只不过是组织不一样 但是我组成了Undam Base 再看一些显示 那它的边边角角位 就像我们自己做了 银色干素的颜色 是的 这样会多了一场合金的感觉 但特别像我这些 会自己做上色的人而言 这个效果就真的 未必是一个我想要的东西 而且单纯为了保留这个装甲 而不够打磨水口 我自己就觉得有些得不上失 但说到尾 不是每个玩无形的 都会自己做上色 而且这个效果也是很过人 很主观的 所以我就真的不会说它是不好看 而且我也认同 做了这个装甲 是值这个价 这次Bandai 另外也上加了这两款 对应的效果件 那两对光翼是真的好看的 但自由 比龙骑兵用八爪鱼式的支架 你用它去拍姿势 就真的要用不少的时间 预料要给多一点耐性 限定的高达模型 其实也有两款 之前也有介绍过的 MG 凌格斯 马泛版 之前4月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SYF开始发售 为什么特意再说呢 因为未来PB 都会放上架 预计就大概9月左右派货 如果喜欢凌格斯的话 至少真的值得你去看一看 因为上个版本的MG 是01年出的货 对比起来 全部的关节都有做到升级 包括外甲的结构也有改善到 你可以甚至叫它做1.5版本 HIGH GRADE 吉姆3 亚古哲斯 冲击 形象配色 结果这个配色 是所有麻烦出现过的杂语机 都有做过一次 不意外的 正如我之前估计的一样 6月8日会开始在SYF发售 如果真的喜欢这个效果又走开去日本的话 都可以留意一下 接下来说预告之前 先听听我们金主爸爸的说话 FX Creation 这期就推出了 跟Gundam 联成的商品 每次都跟大家说高达模型 今次又跟大家说周边故事 第一款介绍的就是这个背包 本身是有不同款的 但最色彩都是这款 原造高达的模型 有EVA背战和FX Creation 专利的 AGS 远浮减压技术 里面可以放的空间大 而且还有几个不同的间间 放完一只 AMG 之后 还可以放到 Notebook 和 MacBook Air 刚刚这期我就收到 原造3.0的 Supreme 版 立刻拿过来试一试 它不算特别厚 但尺寸本身已经大了 有39x 31cm 那么多 另外两个旁边 亦有可以收纳水准和缩骨遮的空间 Pattern 上除了用了原造的配色之外 还有其他原造特有的logo 布纹的Pattern 也不一样 层次感就出来了 另一款就是 马鲨专用的 红渣Pattern 单边背落 拿它来背前背后都可以 里面的空间不小之外 它还有一个USB的插头 接驳出来这个位置 想充电的时候 尿袋就可以直接放入袋里面 只放一条线出来 放入电话里面 这样就可以充电了 除了用红渣的配色之外 还有一条配合通风管的设计 那当然红渣专用的Pattern 和Local 一定不会漏掉 还有一款就是 斜背的油猜袋 如果你不喜欢背囊 也可以考虑一下这款 有拉链和扣两重保护 多个不同的间隔 里面也有分好的空间 放得到书记或者书记 重要空间大到 可以放得到一只high grade 真的平时过海关有难度 可能都可以帮得下手 这款也是用了原造高达的Pattern Logo 配色一样不少 最后如果你只是要轻装出门 这款可以斜背的手机袋 其实也挺适合你用的 尺寸就不小 手机可以放在外面的袋 拉开那个拉链 你就可以放其他濕色的东西 比如银包、鎖匙、纸巾等 就这样立起手用 都已经很方便 这款就是用了Strike的Pattern 除了以上我展示过的款式之外 它其实也有同Seed系列 Crossover的Pattern版本 现在已经可以在FXcreation的 网站上买得到的了 有兴趣想买的师兄 用我肥宅的Discount Code Studio Air 4 就可以有9折的优惠 这期有兴趣买出门袋 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就是预告商品的情报 MG 机动节目 米凯尔 艾曼专用机 接下来就有第二水的派货 这份模型 加上这个程式 我自己觉得吸引 你怕官图的色彩鲜艳是执过来的 那我找了素组图出来 如果是会自己做喷油的师兄 就知道这个色彩有多难做了 盾牌后面的细节目是吸引的 MS其他部分就和MG那份节目一样 所以结构分件和可动都是高分 上次miss了 今次可以再报告 MG 母者高达Mk II 德川家康 蓝蓝铜锯触 version MG本身就不是新东西 单纯是转了颜色 但是它的颜色就跟着蓝蓝铜锯触的头盔和色彩去做 有金色 银色和黑色彩的部件 这次的配色可以少用很多贴纸 真的会更好看 5月27日在日光冬照供先行发售 而且已经卖光了 之后也会在Gundam Base Side F和PB有机会发售 我想这个真的比较中日本人本身的文化 我们香港人这边要不要抢呢 就真的不知道 MG 渣古加龙型独角兽版 本体大部分都是兼用渣古2.0的件 那就是最好的骨架 关节和可动不算得上序匹配 但骨架依然实际 胸口中间可以打开 而且駕鞋仓也可以左右移动 除了渣古本身有的武器之外 腰间那两把机关枪 有子弹架 还有子弹的配件在里面 大炮的炮身用圆柱形一体成型的部件去组装 所以连无缝也不用做这下几意外 模型来说 就算他只是2008年那只MG的变体 表现都算是中上 MG 魔械独角兽版 武器就用了2003年那只不过单纯改了颜色 这部分跟上一只讲过的渣古加龙形一样 刚才说了的是因为设定上颜色真的不一样 所以有很多Runner是一版有几个颜色 好在这个模型出的时间 已经有一版多色的注索技术 就不用开几份Runner 搞到有一堆成件 说到最后始终是一份比较古早的武器 4G的蛇蜂结构是可以伸展 但没那么用力拉 因为是容易脱的 除此之外也没什么特别大问题 MG 暴桑绿妖命运女神 我也不知道说过一次 独角兽系列我喜欢2号机多一点 而暴桑里面我也喜欢命运女神多一点 因为那个DE的盾牌和XC的背包 其实真的有获胜很多 但模型本身大家都知道 都是兼用独角兽1号机 所以关节软和可动也不见得是最好的 我个人认为它就真的挺倾向用爱花点 另外本身的Cycleframe是透明的黄色 所以水贴的话可以考虑坊间第三方的糖金那一款 挺好看的上过之后 FM 重剑型 温神高达 三小强里面的变体再一次出现 MS本体和武器只不过是转了颜色 所以细节多 没有骨架这两个特点都是一样的 但它有一样好的就是它没有一个很重的背包 所以平衡上已经是三个里面最好的款 另外飞出来的爪因为轻身 就这样靠包胶的铁线 其实已经做到一个飞脱攻击的状态 不用另外上枝架 两把大剑除了独立效果件之外 拍在一起斩的效果件都给你 加上这个程式 其实浸过线已经可以很好看了 Re100再生龙飞或者叫巴污改良 其实它就是龙飞混合新安州的一款MMA 所以你看到很多新安州的影子 包括那支一模一样的长枪 差不多概念的盾牌 而且它也有很多大就得的图案 还有小腿上面的额外 加上很多弯曲线条的部件 本身Re100的龙飞结构也有点不确实 现在连我脚掌都转买 是高跟鞋色的 那就更加平衡不了 更加不要说背包多了很多东西 在这里重了这么多 在大腿的位置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两支炮 对摆姿势之间的干涉就肯定有了 结论就是你需要一个自家 HIGH GRADE 勇士 独角兽版 对比起HIGH GRADE UC的版本 颜色不一样 前臂是开身模造的 才有大就得的图案 胸口的废章就单纯靠贴纸 如果你真的用它这张贴纸 我会建议你剪裁一下 因为它的边缸真的飞了很多出来 那把枪就居立德卡那边拿过来用 其他的都是07年的模型水准 HIGH GRADE 热带型带魔独角兽版 00年就出了第一只0083的HIGH GRADE版 02年就出了一只沙漠版 这份独角兽版就是17年出版 最大的分别就是多了一个手 拿着两个手榴弹的部件 而且是一体承认的造型手 至于其他就跟沙漠版那只没分别 颜色不同 说回来真是几倍伏独角兽第四集 短短20分钟出发一些复古的机体大乱斗 然后就可以做到这一批 转了独角兽式重新出版的模型 不愧是史上最成功的模型广广告 HIGH GRADE ENGAGE GUNDAM 因为手机而出的一款MS 看设定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配套武装 如果不是那么多东西 会哪逼迫我们货金抽东西 这份模型就跟着一只G DEFENCER 这样的武装背包 跟Mk II一样可以做到一个类似SUPER GUNDAM 这样的合体 MS本身很有GP系列的影子 分件和可动绝对是合格线以上 单纯以结构来说 这款是挺高分的模型 然后就谈到COS CONTRA系列的新模型 这个系列本身是大陆专有的 就算你在日本买到也好 都是去那些死货运回去买 或者有人拿去日本放 就这样听系列名都猜到 它的用色一定是很有对比性 而且模型上一定会有透明件和实色件的配搭 实色件来说 它有机会是珠光色或者是注索金属色 在我说的时间我已经展示之前出过的那三款 接下来还会出多两款新的 分别是MG版的高大巴巴托斯 和红迷网高大改 我自己就这样看 红迷网改本身已经有很大坚密了 而巴巴托斯 只要你不看它的脚掌上 那一粒C扣的话 它绝对是一个超高分的模型 但是现在用了这些颜色的配搭 我个人就真的不懂得欣赏了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 你要在天猫上面买 EG 特击高达Crossover Heart Japan EKOPAR 上年的10月Hard Japan 就和BandaiCrossover了一份再生系列的EG Strike 未来10月也会再出一次 除了颜色不一样 和用圆筒来做包装之外 它配的那把是short gun 而不是laser枪 EG 元祖高达经典配色版 有一只EG元祖 这一份就是加了蛋壳 和一些循环再用的物料 去做出来的一份模型 亦是再生物料系列最新的一款 无论是结构还是颜色 大家都会一目了然 无论花唇舌可以再解释 HIGH GRADE 元祖高达45周年版 是的 还是元祖 未来有45周年 没理由完全没有任何代表作 特意就出了这个颜色版本 其实看它的件 应该用了注索的星光物料去做 亦有45周年的老口在盾牌上 我自己又不是真的看到很兴奋 但相信应该会有人觉得 值得纪念而去存它 我已经不说齐了 不知道大家对GUNDAM内的战艦有没有兴趣 MEGA HOUSE 未来会出一份 VGODA 里面的缓军号 全长155mm 这一份得意在 它包含雷射盾 亦有同比例的MS公仔可以配套 它已经做了少少的舊化处理 和有水贴送上 应该6月初就可以在PV上订 10月派货 SEED 系列也有大天使号的对应商品 Real Model Series G Structure 未来就会推出大天使号的轎纜模型 高度大概225mm 如果计算那些接获的零件 大概有360mm 特地说这份 其实因为它的比例是配合1比144的MS 但留意它的颜色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 要做到好像官套 那就真的要自己的相式处理了 Mega House 也刚刚公布了 还有多一份商品 我觉得挺有趣的 因着介绍 但我真的想不到有多少人有兴趣了 機动战士高达男性角色模型 GGG系列 不是交加而加 接下来就会出这个 马鲨骑着白马的 塗装原型模型 33,000日元 这个就是马鲨去到 德克薩斯殖民地的时候 曾经出现过的造型 成份大概38cm高 是好型仔 而且看上去的塗装功夫一流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上去硬是觉得这份东西有点点铝性向 终于说到Bandai最新的公布了 在这个日子去公布的东西 幸好他不是在香港 你知道吧 开过电话盏灯走过 这些日子都可以出市 接下来的情报 就是补原大部分正光展公布过的新品资料 其实上两个月都说过少少 现在就直接公布出发日期 价钱和官图 那我们又可以看清楚多一点 MTSD 飞翼高达零式 新出的官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两多耳翼上面有新加的爆甲 同时也包含了那个新的蜂巢结构 透明件在里面 是不是为了做而做 嗯...少少总会有的 但其实这个新加的结构我又觉得挺合理 因为最抢眼一定是那对翼的了 出了这么多次 连MG卡版都出了 你不找新发生搞下又真的很没 而且这次变MA有两个形态 间接告诉你他那对翼的可动是很高 SD这个比例最好的就是重心可以放得很低 就算那对翼多重也好 他还有机会平衡得到 那我们放长双眼看看这一部分 可以不可以 HIGH GRADE 命运高达 SPEC 2 天地战影 看完整个图都应该清楚了 本体的命运高达就应该没有开心没做 是跟着HIGH GRADE UC 旧那份改版式而已 天地战影的外挂部件可以独立 以MA形态展示 所有的效果件都跟着给你 还有那把长过MS本体的持轨炮 它有三把被用 看到它有这么多部件 那这个价钱我看上去就觉得傻蛋很多 HIGH GRADE 穿越改 只看头的分件图都已经看到它的分件的复杂程度 也可以看到它用了SEED FREEDOM最新的身体结构 装备非常多 也可以变成MA的结构 那这个主角级别的价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呢 HIGH GRADE 黑骑士小队 加楼罗 我上次真的没说错 它是包了更多的效果件 那个浮游炮原来是扣到背包 即是说你射了来做攻击模式 它依然有个BASE安装在背包上面 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前后屏是我就开始担心了 虽然说金色的分件 全部已经做好给你了 但是现在这样看上去 好像有些紫色的位置要自己上色 希望单纯是我多心 RG 晓 但就装备 之前刚刚正光剪完了之后 已经有眼眉的师兄 看到咦 不知道小的骨架 会不会重用突击那一份呢 因为看到大腿外露的骨架 真的有点像样子 这次BANDAI自己也说了 它是有兼用到突击高达的部件 另外也有说到电镀金 其实不止一只金色 是有三种不同的金色 闪得来也会有些不同的层次 知道这件事之后 我也挺期待成品出到来 真是怎样 另外关于这份巧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 BANDAI会做不知火的装备 应该就会在PP上面买 连带这套装备也有天地展映的接触部件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combo heat 就真的有点狼死了 买完刚才说的东西 我想2万亿都应该买不起 HIGH GRADE UC 玻璃洛克萨曼 即使这一份不是Seed Freedom系列的机体 但一样在结构上做了一系列的改革 就这样看官图本身 也看到它可动的关节特别加强了 背包所有的噴射装置 也加了一个可动的关节 用了最新的技术去呈现 头颗顶有雷射光的偵插罩 那当然切割的技术是新的 但我相信这些色 都是用贴纸去呈现的 当然还有未来Netflix会上的 GODAT EX 复售安云曲的模型 HIGH GRADE GODAT EX 除了本身已经看到超级多的细致之外 今次也可以看到 除了正常的可动 背包上的剑柄 也有一个可动的机关 方便抽剑 以及背包上的机关枪 有一个弓弹链 按照这样看 应该是软胶 上色就可能有点难度 还有看到有多少贴纸的位置 是挺tricky的 在一些比较哪位上 即是不是正面平面的位置 是斜边的位置 特别是这样的时候 我就很建议怎么也等到第三方水碟 还有盾牌内側可以做到这样的分析 我都挺期待实物是怎样完成的 HIGH GRADE 渣故耳 SOLARY 专用机 相比起 GODAT 这个造型 更加未必每个人都能接受到 但是现在官图上 可以预期到它的干涉问题 应该是有相对应的结构去解决的 而且就这样看下去 它的分析 是可以几乎全部用完单纯分件 就能解决得到 相对来说 好像这个结构的完成度 是会高一点 然后你看到 它们吃Seed Freedom 这个浪真是厉害 连SDBB战士都有新东西出 有三套 包括是有Seed 和Seed Destiny的主角机系列 有Seed的渣故系列 还有有观星者的系列 说明BB战士 好像很多年都没出过新东西 顶一还是我没留意 说到没有这样的新商品 相信有不少的师兄 是有兴趣入手的 特别是这个价钱 今个月新品的情报 来到这里 剩下来 所以就真的说 生活上的东西 和高达无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 最近多了很多 不知道在哪里的陌生女孩 会来跟你说一下 嗨 问一下你在哪里 这个月 我自己都保持着 至少有十几个这样的讯息 还要是传到我肥宅的IG 可能因为我私人的IG 没怎么出post 不够活动 以前的人的讯息 我大部分都很直接 打完我的招呼 就问某个技巧 如何去处理 或者这个东西 你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出 我不一定马上立刻回 但是我一定会回 但是这些陌生的女孩 我真的招呼 就是头两三个 都还很有耐性 你是不是要找模型代工 然后他就明明是招呼 我就会直接说 这个币只是用来接单 和谈谈一些 模型相关的事情 然后就算了 正常你开了两三个分身 和这个币 不能招呼 你都应该就算了 谁知道去到昨天 为止已经有第十五个币 这样找我 是不是真的这么难做 这盘生意 真的我有点点反应 你就招呼 不知道大家这段时间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Anyways 未来除了模型的影片之外 我也买了一份预设好的 即使我教纸实测一下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用 预计下个月这条影片就出得到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这个频道除了定期 会报告一些高达模型相关的情报之外 间不时也会分享一下 我自己处理模型的技巧 或者做一些工具的实测开箱 喜欢的话 就记得CLS这个频道 如果想大大力支持的 加入会员 或者Superfans 都可以的 我是肥宅模型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Peace